听到质疑的声音,愤怒的声音,不同的声音就说是境外势力,1450,50万除了一句污蔑你还会啥呀,你没苦难还不给经历了苦难的人说话呀,活死人连基本的怜悯都没有,你不能解决他们的难题凭什么捂着他们的嘴,锤子没锤到你自己身上会知道痛吗,你喜欢跪还要拉上别人一起跪呀,臭傻逼。